大火快炒 一道红旬美食料理 就可以端上桌 让韬客大快朵頤 这是一间台北知名 乐视餐厅霍器 主厨来自新加坡 原本想要在餐饮市场 打出知名度 但却意外杠上 国际知名米其林指南 其实美食料理餐厅 都希望获得心急推荐 不过他们却反其道而行 米其林缺乏一个管道 说我不希望你要 我这边评鉴 那我们也发力宣给他 他也不理我们 当时乐视餐厅和一间日本料理 一起向法院提出禁制令 禁止国际知名的米其林秘密客 来店里评价 但法官却认为 米其林评论属于言论自由保障范畴 加上就算秘密客隐匿身份消费 也不会影响餐厅缔约自由 因此判餐厅败诉 米其林餐厅本身是对各个餐厅 去做正面的评价 入选在他们的米其林的餐厅的 优选范围内 就算没有入选 也不是一个负面评价 因此也难以构成所谓的毁谤罪 米其林密探至少经过三年培训 为了保持神秘及客观 他不能透露有多少人 业者对此也发出声明 将捍卫餐厅拒绝米其林的自由与权利 受到判决后就会提出上诉 国内餐厅罕见杠上 国际美食指南秘密客争议 随着官司在上诉 恐怕还会衍生后续效应 近新闻刘佩宜徐晨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を订阅